大家好我是阿勇 本期视频给大家分享一道红烧鲅鱼 首先看到是两条洗净的鲅鱼 先用剪刀剪去鱼鳍 鲅鱼有很多种 今天的这个鲅鱼是得到广大鱼民认可好吃的一种鲅鱼 也叫做白鲅 同时也叫中国鲅 这样的鲅鱼是没有负起的 市场上很多不属于鲅鱼 但是大家还是把它叫成鲅鱼 比方说金鲅鱼等等 鱼鳍剪去后 我们把鲅鱼改成石子花刀 改好花刀的鲅鱼 我们先放到盘中 准备香葱两根改刀切成寸段 先放到一边 生姜我们改刀把它切成薄片 然后再改刀切丝 二者切好后 我们放到盆中 再给盆中加入20克的料酒 用手抓出葱姜汁 这样去腥效果会更好 下面把鲅鱼放入到盆中 如果说这样的去腥效果 凝联不好的话 这里给朋友分享一个小窍门 在腌制鲅的时候 挤入少许的柠檬汁或者苹果汁 二者都有去腥的效果 下面再放入少许的食盐 给这个鲅鱼做一个简单的按摩 再加入少许的生抽 把鲅鱼两面涂均匀后 我们把它腌制15分钟 中间的时候翻动一次 我们现在用腌制的时间 我们准备一些辅料 生姜一块 改刀切一些姜片 切好后放入碟子中备用 准备香葱树根 改刀切成葱段 切好后放入碟子中备用 葱绿少许切末 切好后我们放入碟子中 甜红椒少许 我们先切丝 再改刀切丁 小米辣两根改刀切丁 向后放到碟子中备用 现在看到的是大蒜 小米辣 葱绿末 红椒丁 香葱的姜片 现在鲅鱼也腌制好了 准备好食品用纸 把腌制好的鲅鱼拿出来 放入到盘中 先吸干鲅鱼表面的汁水 吸干汁水的鲅鱼呢 我们把两边均匀的撒上干淀粉 下面放一边备用 起锅放油 油热后放入长鱼 这时候先不要翻动 中火煎至两分钟后 再把长鱼翻面 两面都煎成焦黄色后 我们把鱼先加出 放到盘中 再次起锅放油 油热后我们放入大蒜 姜片香葱呛香 呛香后倒入清水 下面再放入少许的食盐 两小勺白糖 再加入少许的蚝油 生抽我们放入20克左右 老抽5克左右 陈醋5克左右 放陈醋不要吃出酸感 放醋只是为了提味用的 香油少许 料90克 下面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以后呢 我们放入鲅鱼 汤汁滚开后 我们用勺子撇去浮沫 把大火调成中火 盖上盖子 把它炖煮10到15分钟 好 现在时间到了 我们揭开盖子 朋友们现在可以看到 我们的止水已经收支了 这时先把鲅鱼产出 放入到盘中 再用碧子 把料体捞出 放入提前切好的小米辣 红椒丁和葱末 搅拌均匀后 我们就把汤汁浇入到鲅鱼上 如果喜欢吃辣的朋友 可以把小米辣提前放入油锅 进行炝香 这样一道鲜香味美的 红烧鲅鱼就好了 你学会了吗 更多家常菜 请订阅点赞 阿勇美食小厨 阿勇每天带给您家的味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